来自河北承德的宋燕,今年32岁,体重已达300斤。 今日,宋燕来到长春一家减肥基地开始了减肥之路, 她希望通过努力,让自己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。 原来,宋燕从小在家就十分受宠,家人有好吃的都会给她, 导致体重一直比同龄人要重很多, 以往没有对生活感情造成困扰,她也没有想过减肥。 结婚生育后,宋燕感受到了肥胖给家庭生活带来的不便。 做饭什么都特别费劲,都全靠我婆婆,自己一个人。 然后接孩子上下学,现在都是我婆婆,我基本上就不去了。 因为我来回走,走一路的话,我喘了都不行。 来到长春后,宋燕的减肥意志非常坚定, 虽然目前尚不能参加活动量较大的训练, 但通过瑜伽、针灸等,她在两周内就减掉了28斤。 宋燕回忆,由于体重的原因, 当年她在生产时也曾遇到很大风险, 甚至一度没有医院,愿意收留她。 我下定决心好好把自己,给自己半年时间, 半年之后,我想我应该改变自己吧。 宋燕的主治医师余树中直言, 在减肥基地中,有不少患者都因体重过重, 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感情。 宋燕也曾因为这个原因,参加过感情调节类的电视节目。 语书中表示,肥胖是一种疾病, 如果身边出现肥胖患者, 社会各界应该用和缓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们。 尽量地去接受她和鼓励她, 并不是用一种嘲讽啊, 或者是一些其他过激的打击的啊, 去加重她这个思想和心理负担。 如果思想和心理上产生负担, 从综艺辩证讲度讲的话, 可能又加重她更胖了。 所以说呢,我们还是应该从彼此之间的感情啊, 有情啊,去鼓励她,去接受她,去安慰她。